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言归正传的时刻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我们聊一聊习近平治国 他的治国我把它总结为三拍治国 要说清这个问题 我们还得先从中国经济 特别是股市这一起一落说起 说起呢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在习近平执政以后 经济停滞 地方债务高企 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外资撤离 整个经济陷入到困境 这是事实啊 但是习对于经济似乎有点不上心 对房地产本来是作为中国的资助产业 但是他划下了三道红线以后 一些房地产企业 纷纷落马 纷纷落地 比如说恒大集团 在三道红线下就倒下了 股市2015年 习近平说股市会涨到一万点 话音一落 应声就进入到熊市 没有进入到牛市 结果到今天 这个整个股市 也是在熊市之中徘徊 9月24日 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平淡的日子 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按照常理 他是应该研究党纪 抓腐败 研究一些内部事务 但是这一次却出来邀儿子 习近平突然提出了要抓经济 要刺激经济 于是整个会议就成了一个推动中国经济 或者说叫大水漫灌的 这么一个信息就出来了 这个信息由于他释放的比较强烈 再加上中国的经济 的确叫九汉冯干林 都盼着下雨 现在突然说要送雨 那当然一片欢呼 因为在不久前 李强还说要顾本培元 不搞大水浸漫 所以大家就觉得没希望了 但是没想到啊 突然这老习画风一转 要掉头了 要刺激经济 要拉动股市和拉动房市 这一下老百姓激动了 因为的确在苦日子中 挣扎的时间太久了 于是西方也在释放信息 说这一次啊 这老习是下的决心呢 要提整经济 这个量 刺激的量 是天降 或者说是史诗的史诗 有人说两万亿 也有消息说 像彭博寿说 两万亿少了 起码十万亿 哎呀 这一下可把整个 中国就带动了 于是股市是飙升了 那些散户 纷纷借款入市 你看这股指 是芝麻开花 节节高 一分钟一个样 可以赚了多少 所以啊 整个在 节前 以高标 这个股市 高标啊 就起来了 给人一副 进入到 流逝的势头 不仅是中国的 A股 也就是上海 户子和 深圳的深城子 还有呢 也连带动 香港的股票 恒生指数啊 也是一个劲的 往上涨 那么 大家就期待了 啊 这个开市 这个节后啊 啊 就要开市吗 这一开市 会不会 开盘 急涨停呢 哎 大家都等在着 啊 特别有一个问题呢 也就是 在10月的8号啊 啊 这个发改委 在提前通知 要开一个会 整啊 就是公布 一些投资的计划 那就是 来线的呗 所以在一片 喜气 洋洋之中 中国的股市 开始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 这股市啊 一开 它就往下跌 啊 不停的跌 啊 啊 也就是说 上午啊 法改委的会议 啊 郑山杰主任啊 讲了一大通 啊 整个就是 畅想经济 光明灭 但是 他就没说 到底 投多少钱 啊 到底 是多大的盘子 就没提 只是说了 啊 我们要 啊 提振经济 要拉动房市 要采取更灵活的 要松动银根 嘿 到底 你 你这葫芦 你卖的什么药呢 这老百姓一看 哦 原来口炮啊 那赶快跑呗 于是股市 下跌 这股市一跌 也麻烦了 因为老习 他要 啊 让经济 起来 要让股市飙升 要让中国进入 流市 于是财政部 就赶快 释放消息 说在 啊 周六 啊 要开一个会 要公布具体的 投资计划 这才算了 把股市 给稳住了 那么 周六到了 啊 会 也开了 结果让大家 失望的是 这 这哥们 蓝福安 他没有提什么 新的东西 还是在畅想 经济光明灭 在打口炮 你到底 要发多少国债啊 你到底 要有 投入多少资金啊 没说 嘿 你这是干嘛呢 哦 这就是问题所在 为什么会 啊 这样呢 去折腾股市呢 那股市当然会跌了 就 就大幅下跌嘛 最后就回到了 那三千 啊 两百点 那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要 说到一下 其实啊 大家都没想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在想什么 大股东 在节前就公布减持计划 一看这熊市上来了 还不赶快跑 现在公司缺少资金 自己缺少资金 那就要抛股市 抛股票 那一赏户怎么想呢 那赏户的想法是 我已经在熊市里熬了十年 现在终于起来了 我房子也卖了 婚也离了 现在我要过好生活 赶快要大捞一把 于是赶快借钱 投入到 这个股市里 但是大家都没想到一个问题啊 这个经济 大家只想到眼前 就没有想到长远 没有试一细的分析 中国经济如何能够支撑呢 因为这股市啊 是经济的风向标啊 你股市好 它的背后 就是经济发展向好 人们有信心呢 是这么一个原因 但是你到底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整形计划呢 你第一个啊 是不是要放弃党领导经济 放弃政府干预经济 让市场经济啊 让中国的市场经济更像市场经济 让市场这张这只手来调配资源呢 没有 第二 要素市场 是不是要进行土地私有化 没有 法治 是不是要保障私人财产权 没有 那么你这经济 那算啥呢 诶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我们还要问一下 这老习在想什么呢 所以这个大家都没有去分析 其实老习的想法很简单 因为要过国庆节 中共建政75周年 要有一点喜庆的氛围 要给老百姓呢 一点想法 一点念想 于是就说要推动经济 刺激经济 但是老习并没有说 到底要投入多少 他的话呀 是两方面说 一方面 要让经济发展 要刺激经济股 让大家有信心 对未来的生活有盼头 另一方面 他也说了 要防止系统性风险 不能搞大水浸漫 他话两边都说全了 那你说这 该怎么指了 9月24号会议之后 老习又有一系列的批示 这央行和财政部 包括发改委都泛蓝了 因为怎么做都达不到老习的要求 老习的话是个圆的 随时可以找你的查 那现在是关不了身时代 不做没事 做了 那你将来就麻烦了 再其次 现在的权力 经济决策权都在老习手上 你财政部报个两万亿 这老习都吃吃吃不批 那你怎么办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 大家这些无论是法改委 还是财政部都语焉不详呢 原因就在这里啊 因为老习没发话 大家也不知道怎么说 于是畅想经济光明灭 就跟你说 放心努力 这个中国的经济肯定会越来越好 那到底好什么呢 没有具体的下文 那老百姓一看 哦 原来都是口炮 而老习的想法 就是为了这个 十一招待会呀 十一招待会上 他之所以跟温家宝 两人的谈笑风生 是因为温家宝啊 公伪了老习几句 就说了 你看看 您亲自抓经济 这经济啊 哎 股市现在反弹得很快呀 老习高兴啊 于是呢 就是跟温家宝 两人就讨近乎 就说了一些话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 但是王岐山为什么黑脸呢 王岐山知道啊 你经济的调整里面 后面也有东西呀 不能靠几句话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在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提整经济的这一套做法就是一个庞氏撇局 客观就是这样 鼓动大家纷纷入市 入市以后呢 没有下文 那么后面的人还能入市吗 没有停下来了 前面的人一看 那怎么办 前面就是悬崖 跳还是不跳 这就是庞氏撇局 所以说啊 那你说这股市它能红火起来吗 以上我们说了 分析了中国股市 从九月二十四到今天 它的这么一种情况 由升到落 它的原因所在 背后没有支撑的东西 其实仔细的分析 中国的经济 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 也不是说 投入十万亿 它就能够应声而起 而是整个国家的 整个路线 都要重新 要反思 要搏烂反正 这是习不可能做到的 它不可能自己否定自己啊 好我们说了 中国经济 以这为开头 我们就说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看待习近平的执政 习近平的执政风格呀 我认为还是很鲜明的 我把它总结为三拍 一拍胸脯 说大话 第二拍脑袋 决策没有科学性 第三拍屁股 出来问题不解决 出来问题推给别人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这就叫三拍治国 有观众朋友说 那你不能说呀 那你要举出事实啊 别急呀 且听我 道来 第一拍拍胸脯 老习这个人有点怪 他的确是一个有抱负的人 还有想法 他的感觉跟江泽民 胡锦涛温家宝都不一样 他上台的时候啊 他其实是忧心忡忡 因为他觉得共产党快完蛋了 他的使命是拯救共产党 而胡温时代呢 以为把一个国家 中国交给习近平 啊 粮仓是满的 银子 堆积如山 中国的政府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 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老习不这样看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啊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 让中国进入到权贵资本主义 最大的问题 腐败 无处不在 腐败啊 让共产党就丧失政权 所以习非常的担心 颜色革命会爆发 他接过权力 啊 他就觉得 这个权力是一个啊 发烫的 烫手的山域 所以他是抱着这种心态 拯救共产党 他认为共产党跟邓小平 那时的处境一样 文革结束后啊 共产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以习是以这种想法上台的 其次呢 习的确有一套思路 怎么打造一个红色帝国 怎么让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 权力最大的党 怎么联合一个反西方反民主的阵营 他有一套思路 我们就简单的说 第一个 比如说政治 习近平认为 必须要强调党领导一切 一切都要在党的控制之下 一定要严格防范 颜色革命 因为没有党了 那他们的身家性命也不保 这个经济的繁荣 只是对老百姓有利 那他何必要做这种事呢 就像普京说 如果没有俄罗斯 这个地球还要他干嘛呢 两人的想法是一致的 第二经济 发展国有经济 限制民营经济 或者说打压民营经济 所以习就是一个是国际民退 二搞混合所有制 也就是相互参股 要监控民营经济 同时继续对外开放 吸引外资 但是跟你要说清楚 我跟你要话记到红线 台湾问题不要碰 中国的主权不要碰 中国政治不要碰 你来发财赚钱可以 这就是经济问题 外交 那就是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到头了 中国人该站起来了 要跟美国平起平坐 我们要实施战狼外交 甚至人质外交 你抓我一 我抓你二 这样显示出中国人的威风 这样有个好处 就可以调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让那些爱国贼就兴奋不已 这样可以维持一个国家的信心 这是老习的想法 教育党化教育 就是要把中国的学校 大学变成党校 要培养一批又一批 经过洗脑的巨婴 这样他说要共产主义接班人 那是假话 事实上就是要他们没有自由的思想 也没有独立的人格 而被共产党所绑架 就像北朝鲜一样 你想金正恩长得那么胖 老百姓饿得那么瘦 但是为什么见到金正恩还要哭呢 对不对 这就是问题所在 这也就是老习的想法 我们说政治经济外交文化 还有民族问题 那就是强制同化 维吾尔人必须要消灭维吾尔文化 西藏文化蒙古文化 不服建集中营 他觉得纳粹的做法 还是很好的 集中营 进行集中的洗脑 成功洗白一个 就放出去一个 这是他的想法 在民族问题上 在香港台湾 香港必须有一国两制 变成一国一制 没有什么一国两制的问题 台湾必须要打 要武统 不能独立 并且台湾这张牌 是一个对习来说非常重要的牌 将来一旦统一 他是统一之父 历史地位 标比千秋 第二个呢 他是随时可以利用这张牌 来打压呀 党内的反对势力 比如说党内危机四伏 有人要发动政变 他就发动台海战争 打不打的 因而是一回事 就把国家陷入紧急状况 就可以把这些人给滴溜起来 维护自己的统治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一个国家 一个独裁国家 遇到巨大危机时 他想法会去发动战争的原因 所以习啊 在他上台之前 就有了这一套的想法 所以他一定要强调 也要自信 四个自信 等等 所以认为自己 这么聪明 这么天重英才 那是无所不能 经济小菜一碟 我治理中国太小 世界不大 搞个宇宙大将军 蛮好 这就是他的想法 所以他走到哪 就拍胸脱 说中国股市涨 涨一万点 他连股票都没见过 连股市是啥 他都不知道 因为他没学过呀 所以在这种情况 就是瞎说 然后说中国 要为人类 这个发展进步 提供中国智慧 要解决人类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所以他是 第一个特点 叫拍胸脱 因为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啊 这说大话 他不交税呀 第二 叫 叫什么 拍脑 你看看 习近平执政这 近十二年 他做了多少荒唐事 必须说一带一路 他想法是古代的丝绸之路 我黄恩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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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国的西部西边开始走起 一直走到非洲 走到欧洲 养我国威 结果呢 变成了大傻逼 因为你中国没这个条件 也没这个能力 结果投入了多少 几万亿资金 你把这几万亿资金 用于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 解决老百姓的养老问题 帮助一些中小微企业 这都是可以见到成效的 但老习不一样 原因是他心太大 结果呢 这一带一路都浪尾 因为有些国家政权不稳定呢 你刚刚把钱给下去 那政变了 那你说那怎么搞呢 所以啊 这就是问题 一带一路注定是浪尾工程 而接着雄安新区 这个雄安新区 他的地理位置有问题啊 一个是地势比较低 第二个他缺淡水啊 就是一个白羊殿 但是大家要知道 如果把他作为北京的副都 那可不是几百万人过来 这个白羊殿的水也不够啊 但老习不这样想 他就喜欢这两个字 一个雄 一个安 雄就是强 安就是可以长久执政 这是共产党的象征 于是他就拍脑袋说 要搞千年大计 那个百年大计 小了 我们要搞就是千年万年一年 这就是独裁者 他都有这种一种 大口气 大气魄 那么雄安新区呢 现在 进掌草 没人愿意来 那怎么办 将来强迫那些二流三流学校 要帮过来 现在 也遭遇困难 干脆 以后再说 火车站 非常的漂亮 长满野草 这就是雄安新区 第三个 说 封城清零 武汉爆发疫情 新冠疫情 赶快封城 你封城可以啊 封城不就是隔离吗 保持距离 但是 老百姓的生活怎么办 不管 先封再说 那封了以后 能不能出门 能不能交流 当然疫情就缓解 疫情一缓解 老习觉得是法宝 于是不断的推 最后一直推到上海 叫 动态清零 动态 防疫 结果中国的经济 活活被掐死了 因为上海是中国经济的引擎 你都不让出门了 经济怎么发展 这是不是又出大事 白子运动一发 就不管了 再说 俄乌战争 中国的外交 你俄罗斯的整个GDP 直占中国的广东省 那当然 并且你发动 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中国就应该谴责俄罗斯 迅速修复 与西方欧洲的关系 但老习不是这样想 他总觉得 这个帮 黑帮 总要有几个哥们 普京的哥们 他很欣赏 所以说 就不谴责俄罗斯侵略 并且按通款局 彻影 提供技术 提供军工 来帮助俄罗斯打乌克兰 并且 他做的更恶心的事 还要去调停 还到国际上说 拿出中国的解决方案 你啥方案 你的方案就是 停火不打了 乌克兰投降 隔地 就行了呗 那如果是这样 那乌克兰人 为什么还牺牲那么多人呢 那你自己的抗日战争 日本侵略的时候 你为什么 还要纪念抗日战争 多少周年 你没有说 那就批评蒋介石 不应该抗日 投降最好 你就应该把蒋经 蒋经卫作为 汪经卫作为国父 所以逻辑不通 其次就哈以冲突 去年10月7日 这个哈马斯恐怖组织 袭击以色列 造成1200人死亡 200多人被作为人治 害人听闻 中国居然不谴责 然后呢 跟哈马斯 秀恩爱 介入中东事务 但是现在好 以色列发威 这哈马斯几乎都打霉了 以前到中国去签协议 王毅呢 像一个木偶签着两个 什么一个哈马斯 一个什么 珍珠党 现在好 这哈马斯没人牵制 为什么高层都被灭掉了 现在来一个珍珠党 这以色列呢 也不知是上帝帮助 还是咋的 一个个就定点清除 现在 珍珠党最高领导人也没了 你说这是怎么玩 并且呢 伊朗还说呢 要支持 乌克兰 说呢 从来就没有支持过 俄罗斯的侵略 并且 前不久打 以色列 提前12小时 告诉了美国 告诉了西方国家 还告诉了俄罗斯 说呀 我们要打 我们要发几百枚导弹 然后 美国就告诉了以色列 以色列就提前通知 大家的准备好 然后就 放出了射导弹 居然没有人伤亡 这比看烟火 效果好多了 又紧张 又刺激 这些摄影师们啊 很高兴 难得的机会 你看人家多和平 是吧 提前通知 避免损失 然后 宣布 报复结束 不完了 他居然没有通知中国 原因 王毅就很打脸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 现在来说 中国马上掉头 又说了 我们也要保护 要关注 以色列的安全 关切 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 他是压制笔报啊 你之前支持伊朗 支持哈马斯 现在你看他们人都没了 又来靠我 没门 你看看 这老习内政外交 亲自抓 就成了一片瓦 放到哪里 哪里垮 这就是问题吧 所以啊 他这都是拍脑袋 这里就透露两个信息 第一个是秦刚 为什么被抓呢 其实啊 有很多原因 也有人分析了 第一个 秦刚啊 这个 跟王毅内斗 落马 第二个呢 有说 这秦刚啊 他泄露机密 把中国火箭军的机密泄露 第三说呢 这秦刚 个子高 长得帅 他管不住下半身 跟傅晓天 搞出了一个孩子 那你这个就不太好伴 但是你想 秦刚 说秦刚腐败 但是习近平是选择性反腐啊 腐败的多得去了 那你查一查李鹏家族 查一查李小林啊 不查 所以腐败不是重点 啊 泄密 那秦刚外交部长 怎么知道军事秘密呢 没道理 啊 秦刚下半身管不住 那你老习也管不住啊 对不对 你在福建的时候跟孟雪 搞生那一腿 那也是大家路人皆知啊 真正的原因就是 秦刚啊 支持 认为中国的外交应该抛弃俄罗斯 不要介入中东 中国应该发展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 这老习一听 当然不高兴 而王毅呢 又是揣摩老习的心事 于是跟秦刚啊 就不对付 这时候就找了一个茶 说他有一个私生子 下半身出问题 秦刚落马 那么李尚福 魏丰和为什么落马呢 其实啊 他们就是不想打台湾 私下呢 就说啊 老习这个想法很蠢 因为中国打不赢台湾 不能打 打了要王国 嘿 这样一来 老习火从心头起 鹿从胆边身 咬碎口中牙 就要把这两人就拿下了 原因在此 跟什么腐败呀 跟什么玩亲人啊 没什么关系 腐败老习也腐败 玩亲人老习也玩 都差不多的 根本的原因 还是在于这么一点 所以啊 这老习就是拍脑袋 其实呢 无论是秦刚 李尚福 魏丰和 还都说的是实话 对中国有利的话 第三点 就是拍屁股 一旦出了大事 大家就会发现 这老习肯定玩消失 比说郑州发大水 南方大发大水 老习到哪里去了 他不像江泽民 也不像 这个胡锦涛到汶川地震 到武汉 去保护武汉 没有 老习消失 然后说不过去 就跑到西藏 没有病毒 那个地方去视察 原因是什么呢 出去玩玩散散心 就是这么一个组 再其次呢 就是当这个问题 比较严重的时候 他就会啊 他就会躲 他就把这个政策 把这些事情 他就推给别人 这源于什么呢 这源于习近平啊 长期在基层工作 所以有一种 有一种胡说 叫李斯默说的 正是因为习近平 反复在底下 几十年的锻炼 结果他就具备 国家领导人的能力 错 真正了解中国观察 了解中国官员的人 你就会知道 越是艰苦的地方 这些官员素质越低 越是偏僻的地方 这些资源越少 最后他们 根本就不讲法治 他们讲的是什么 以结果为中心 所以老习就说 这事不办也得办 办不了 提头来见 这就是帮派的作风 一股匪气 而匪气就是基层干部 的一种共同的特点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从基层上来的干部 身上啊 特别共产党的干部 都有一股匪气 不讲程序 不讲规矩 都很 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说啊 这习近平啊 他就是 他就会把责任 推给别人 经济不好 他推给李克强 啊 说 跟我不一条心 啊 推给温家宝 推给胡锦涛 说你以前搞四万亿 结果危害 啊 无穷 能到现在 当危机真正要发生的时候 他又有一个特点 啊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跑 比如说 疫情封控 三年 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于是聚集在一起 爆发颜色 爆发白纸运动 这个时候老习怎么办 老习不管了 啊 你想咋咋的 啊 结果 疫情泛滥 结果 成百万中国老人死亡 现在 其实情况 是一样的 我们啊 今天啊 言为正传 是以股市 开头 现在我们以股市 结束 中国的股市 其实是不是这样呢 也就是说 习 说拍胸脯 啊 中国的股市要刺激 中国要 推出 巨额添价的 救市计划 结果让老百姓 啊 都 纷纷涌进股市 营造了一个 虚假的繁荣 但是 经济的根本问题 压根就没触动 然后后面呢 就是拍脑袋 这个股市的发展 它不是说 你靠你一句话 两句话 它要有根本的实体经济 为支撑 所以 它怎么推动经济 它对经济有什么想法 没有 这样 那你说这个经济 它能够发展起来吗 它就是在拍脑袋 好 把这些事情 都确定下来 要刺激经济 它内心又很虚 它很怕 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 造成老百姓 挤提 物价飞涨 危机共产党的政权 于是它又呢 往后缩 把责任又推给其他的人 而这些官员呢 又对老习很了解 不愿当替罪羊 所以啊 开会就很尴尬 说了半天 没有具体的数字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的股市起和落 其实压根 这样做的结果 就是一场巨大的 庞氏骗局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言归正传啊 习近平的三拍 我们就拍到这里 下周 接着聊